您好 我先生最近喜欢听您的接片 一年来也有一点点的改变 这是一个夫人写的 性情没有过去那么暴躁 感觉好了一点 他知道您今天晚上上讲课 特地过来听 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我也很高兴 恭喜您 先生的坏习气很多 比如抽烟 上网打游戏 看马金等等 一抽烟对自己和家人健康都不好 曾经叫他戒 他说有人戒烟 不久就很快死了 他不肯戒 请胡老师开始如何让他把烟戒掉 又不会死的 打游戏机浪费时间和精神 打到半夜两三点都不睡 如果把时间用到听经上就太好了 请您把听经的好处告诉他 看马金过去有钱就大了 现在没钱就小赌 不管赌马还是赌球 赌这个心一直都在 请胡老师开始 让他去掉坏毛病 走进学佛的大门 谢谢感恩 OK 非常好的问题 这是老生常谈了 我是七月底在香港 向大家汇报的时候 曾经谈过 这些不顺心的人 不顺心的事情 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出现的时候 我们抱着一种什么态度来看的 首先呢 我建议你回去啊 把你的先生服上上座 现在踏踏实实 三跪就扣手 修华耀之 贤手国之说 唯心实观 一切磨尽自然原理 你能感召先生 在你面前有这种表现 并不在外 并是你 阿赖耶实里没这个种子 你看不到这种景象 一切 唯心实观 什么意思 心现实变的 一切磨尽自然原理 你先生这是磨吧 抽烟 堵马 打游戏机 谁的病啊 你先生是大夫 来给您看病来了 你不仅不敢 你还骂着大夫 咱们学 咱们学佛的人得懂得到 心现实变的 先生到这来 考你 给你出个考院 你能不能把我克服 你能不能让我改变 至诚则感通 对不对 先生感不到你的真心 不能被你所感化 结识几知 德未修 感为之言 了解私信上说了 外边不能变化 不能转变 都是自己的德性 没修到那份 感化没到家 换句话说 至诚则感通 你已不够至诚 为什么 您看看您这篇文章 通篇都是对立 不满 鄙视 对吧 就这能跟人沟通吗 人家是大夫 你还缺这门课 你现在不够成 你有自私资历 挡住你的菩提道 你完全深深的 现在我只是跟自私资历当中 先生在你面前 演出了这一幅戏 第一 要生惭愧心 我还缺功课 先生 麻烦人家老师 这次又来到我的世界里头 让我觉悟 给我补课 惭愧吗 我要没这些问题 先生人家早就清净空法师的经了 人家早就该去西方去西方了 人还跟你这折腾什么 那都是因为你有病 人家来了 第一惨愧心 第二一个什么呢 感恩心嘛 你先生是病人 人家给你表演一个病人 糖尿病 高血压 真讨厌你得这种病 我治好你的病 有这种大夫吗 你吃不好 你吃不好病人的病 你就应该惭愧啊 你不仅不惭愧 你还骂这个病 你看你得这个糖尿病 你怎么得上高血压了呢 人家看着就是高血压 你问谁呢 明白这道理吧 你先生表演成一个病人来到你面前 希望你给他治 自度就能度他 度他就是自度 你把先生的病治好了 谁得利益啊 您得利益啊 您的菩提道深了 您的修学水平有提高啊 你变才无碍啊 你真诚心出来 你把对方感动了 你不得给先生磕头吗 这么难啃的一个离胡闻啊 你给碰到了 对不对 老凡私心上说 磕己从哪磕啊 从南磕处磕将去 难能磕跪啊 先生难啊 真不好度啊 不好让他改变 所以他可贵啊 逆僧上缘啊 你能把这种病都治好了 以后糖尿病你还发愁吗 以后高血压到你这儿 你还治不了吗 以后别人有问题 你帮不了别人吗 你是大夫 你治不好病人 你反而骂这个病人 你还说这个病人 为什么跟这个病 问谁啊 你得问问您自己啊 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有惭愧心 心腺事变 都是您的阿赖耶石 在原剧成的时候 变现出这种景象 这些景象出来就是教育 告诉你今天心里你有病 你还缺制几门课 你还不够制成 你还没有感动的能力 你对你 你还 你对你 没有把你身边的人度化 你没有慈悲心 你没有这种智慧 都是您先生告诉 他就是一面镜子 他抽烟也罢 打毒也罢 弄游戏机也罢 照的是谁的病啊 是您的病啊 你脸上有个疙瘩 镜子上给你反映出一个疙瘩 你不把你的疙瘩治好 你老扣在镜子上的疙瘩干什么 你的脸上的疙瘩治好了 镜子上的疙瘩就没了 你感谢这镜子告诉你 你脸上有疙瘩 然后回去抹点什么东西给他治好 您是 要这么看待先生的出现 这种感恩 你这个 一天当中 没有一句话感谢 我希望你啊 回去以后 还用这么张纸 还用这么多字 把你先生值得感恩的地方 再写一些 寄给我 当你把你先生 夫妻这么一攒 这么长时间 他对您的关爱 他对您的帮助 你们俩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 岁岁月月和点点滴 写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答案就有 感情不好 不可能走进你家 你今天只看到人家的不好 看不到人家对你的恩情 你一点感恩的息息都没有 什么意思 感恩都没有 服薄到没法再薄 什么人服最薄啊 不知道感恩的人 什么人服最后啊 知道感恩的 那么 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服 存着感恩心 来看先生呢 服 到哪儿求 服自己求 你看先生这个问题 你不知道感恩先生 是你自己福报的表现 服到哪儿去了 被什么挡住 你本来有圆满的智慧跟福报 什么东西障碍住了 自私自闭 啊 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方法 把你的福倒 自辖其量 自具其福 什么把把什么量给挟住了 信量 先生都不能包容 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你怎么跟别人相处 啊 而且 先生是医报 你是正报 医报 随着正报转 医报 不好了 问题不在医报上 你正报住 他是应该静的 得感谢人家 你出问题了 啊 他是病 他是大夫 来给你看病 你没有病人就不来 那同时你是病 你是大夫 他是病人 你要看保人的病 你得生残愧心 互为医患 教学相长 他是病人 你是大夫 他是大夫 你是病人 是一不是二 这这道理吧 镜子里 你是病人 他就是大夫 镜子外 他是大夫 你就是病人 啊 这个华言境界 就是说是一啊 病人跟大夫 当其不动念时 数为病人 数为大夫 所以先生的问题 就是你的问题 是一不少 啊 所以这封信呢 你应该写给你自己 为什么 我怎么弄福包 我就赶上抽烟的先生 我怎么就是那么福包 他就强着你打游戏机呢 我怎么就那么福包 他就天天捕马 福到哪去了 自自自利 今天时间到了 就暂时回答到这 肯定回答不对的地方 希望各位大德 各位老师能够 联敏墨学 给墨学多多的指证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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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